现在就变了 现在老了 以前颜值很高 这是年轻的时候 现在是以前是年轻 还有很多吗 有穿西装呢 这可是我给你 把最主的年轻时的照片拿出来给你们看 对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 可以点一个加号 我们把加号点上 然后下一次直播就会有提醒 舅舅很面上 是吗 小赛哥 你怎么着呢 你怎么着呢 我怎么着呢 舅舅要去忙 他要去弄饭 不能一直让他陪着我 他会坐在那会觉得很尴尬 知道吧 我本来是熬身的 什么 你怎么着呢 我们这儿啊 直播间姐姐的阿姨们 我给家人们说一下 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人几乎都要搬走 好久搬啊 所以也有粉搬吗 不知道 全部都要搬走 然后 呃 就是当地的那个 嗯 那种啊 就是当地的那种 给他们每家每户都补贴了 十多个 十多个 W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这上面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上面 呃 有那个 嘿 舅舅 是因为有泥水牛吗 还是知道这样 有石头 有石头 有落石 这上面落石 然后 我们这下面村子里面 全部住在这个落石的 这个大 这就 周围 周围 就是周围 这上面都要落石下来 然后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那种啊 就是这种 然后就是过来看了 然后特别关注 我们这个村 然后就是现在 每家每户就补贴了 十多个W 然后就是让他们搬走 知道吧 就是搬走 要求所有的人都搬走 都这么多年了 都是十多年了啊 就是十多年了 看见这是大舅舅 年轻的时候啊 两个舅舅 我自己在这儿 这是小舅舅 对 不是 对 对 爷爷的话这个没有 现在帅啊 爷爷以前年龄更 对啊 嗯 我 我 有多少户呀 有三十几户 三十几户全部都要搬走 全部搬走 那现在这个房子怎么办呢 这是会当地的这个 我不能去说啊 这当地的这个的话就是会要求他们全部都搬走 因为太危险了 月总来了 太危险了 知道吧 我今天姐姐和阿姨们直接进成阳 不是住在你们那边会有地球 呃 就觉得很危险 因为上一次掉了一个很大的石头 掉在了我小舅舅家里面 小舅舅家门口 然后当地的这个就 得到了关注 就说 让每家每户都搬走 给十多个W 大家好 大家好 都没力气了 他们都知道你去搬了玉米啊 你跟他们讲了吗 对 哎呀 不要给大家讲 你给大家讲 待会他们心疼我 呵呵 哎呀 我的衣服干了吗 干了干了 我已经腰伸背痛的 我都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样子 你鞋子可以换了吧 运动了 我这个鞋还不错呀 我感觉 家伙们 你们猜一下我这套鞋多少钱 你这个鞋你干完 不出意外 可以换了 你们应该很很 基本上啊 很少有人猜得出来 猜准一点 你们猜一下我这双鞋多少钱 我这样告诉你们 这双鞋我穿着真的 因为我平时也穿运动鞋 防滑效果 我穿几千几百的运动鞋 真的还没这个鞋好 真的 这个鞋是我穿的 基本上防滑是 特最防滑的了 特别的 也舒服谈不上 但是他穿的特别实用 你们猜多少钱 我看你有没有人能够猜对 怎么还有人在笑 你们猜的太便宜了 现在这个鞋 我们在镇上买的 没这么便宜 你们这个猜的也太便宜了吧 现在 物价好贵 对 就是这个镇上 这个鞋 那也不至于10块钱 买不到 10块钱根本买不到 这双鞋是吉年送给我的 知道吧 我从来没穿 刚刚去买的 穿过这种 看来大家都很久没有去买过了 对今天给我买的还是买的质量好一点的 看来很多人都没有去买过 你告诉大家什么价格 22块钱 哇 有的姐姐和阿姨猜准了 这样一只11块钱 我的天呀 家人们 一只11 两只 就是12 22两 你们真的能想象得到吗 这个鞋每天 而且我感觉这质量妥妥的 我干了一天龙活 现在的话还是新的 我干了一天龙活 然后感觉现在穿的都是特别的暖和 然后也繁华 我走三路一点都不滑 就是这么牛 解放鞋不错 对对 解放夜楼辛苦了 没有 家们 我一点都不辛苦 我说实话 我今天体验了一下 几年他们的这个家里边的一些龙活 我去切身感受一下 我终于知道 几年你以前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我 我是一 我还好啊 我只有放寒 放暑假寒假的时候 嘎嘎龙活了 我妹妹他们一样的呀 你看他们 全部都在外面 我终于 我知道 今天他的家人 他们有多么不容易 他的舅舅 他的母亲 他们曾经的哈 他们一个人哈 能够干这个玉米哈 这个叫做玉米 收玉米 你要一批山 在后边一批山 你要全都给收光了 家们 我真的 我现在切身体会到 太不容易了 我今天自己去感受了一下 哎呀妈呀 昨天八几日啊 半条命都没了 卸蟲累坏了 还好还好 几个都拿那么多 咱们感受了一下 咱们好不容易来一次 对不对 那必须得表现表现呀 对吧 因为我很少来到 来几年他们老家 一个月 有些时候 一两个月来 就是才来一回 来了就得好好表现表现 人家隔壁 几间他们的农村哈 乡下 他们亲戚 有些都说 好像我看起来 都不怎么会干活 嘿 我这句话我就听不清楚 我偏要做一下 给他们看一下 好 有的都是流血了 还好 还好 就有一点点刮破皮啊 这些你看 这些地方 这小一点点啊 这一点点刮破皮 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妹妹他们 现在在外面上学嘛 很久没回家乡了 回家乡斑斑玉米 那个手就割出血 以前在家乡 家里的孩子 肌肤都是很少干农活 都是上学 对 现在也是这样的啊 那我不得真正表现吗 我发现好家人们 说实话 今天他们家人追求的东西 不一样 以前我觉得哈 来了过后 我买的东西 我觉得好一点 贵一点 可能他们就会开心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 我感觉好像也不怎么用 我之前我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一次我们来 今天他就告诉了我 他说这么巧吗 他们喜欢什么 然后今天就去买了一些 他们真的好开心 今天给他们买了 他们爱吃的什么凉菜 什么鸭子 之类的 这些东西 他们真的特别的喜欢 我感觉他们特别的开心 对 还有牛奶啊 他们喜欢喝牛奶 今天的这个爷爷 人家都说喝了牛奶 腰不刷腿不疼 一口气能够上18楼 哈哈 对我的爷爷就是说 他买了牛奶 喝了之后说 哎呀 我以前这地方疼 现在不同了 我说 爷爷 你这个太夸张了 我说 喝这个牛奶居然 反应这么的大 他说真的 他说他都长胖了 确实爷爷和我 阿妈 全部都两个都长胖了 一点都看不出来哈 今天人家的这个外公的话 是已经85岁了 85岁 人家在大山上边啊 山上 健步如飞 那不太夸张了 不是不是 不是 健步如飞 就这样说 哈一点不夸张 走的比我都还快 真的 你要走前边 我走后边 我跟不上他的脚步 85岁 上一次他带叶总去翻山 上次有一次他带我去参观一下 他们这里的山很陡很翘 他的爷爷走前边 我走后边 我到了山 我到山顶的时候 他爷爷已经到了好一会儿 而且他爷爷到了过 还帮我做了两根拐杖 让我扶着走 还帮我做好了两根拐杖 让我扶着走 我的天 我说真的 没谁了 我说你爷爷肯定能活100岁以上 黄哥120岁应该没问题 我也觉得 他的健康状 人家好像又没任何的病 好像也 没有什么都没有 85岁了 就是耳朵听不见 没有一点病 牛不牛 真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证明了一句话家 好人一生平安 因为今天他们爷爷 他们也是特别的善良 他们对我都很热情 人家人家就是 我感觉跟他很善良有很大的关系 一点病也没有 什么病都没有 我的爷爷现在85岁了 而且很胖 也不是很胖的那种 他是有肌肉的那种 七夕节 我七夕节我就送了 今天送了 因为他不要我东西 家人们 送了一点行动上的东西 就是来他们家帮他们干活 哈哈 我给家人们说啊 七夕节很多阿姨都问我 就是 你怎么到活害了 干活到活害 就是 嗯 我说了 就是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就是说没必要 每干 每个节日都大手大脚的 对不对 就不是 就是说每一次七夕节 非要受礼物 那平时也 平时的礼物也是七夕礼物呀 不一定说 七夕那一天才受的是七夕礼物 对不对 山上蚊子很多 对 还没有领证 你们帮我们看一个合适的日子 好不好 我们去这个 去领一个证 还是要慎重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还是要看一下日子 一定要看日子去领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呀 那就咱们就 要不咱就 看个好日子就去了 因为我告诉你今天 好日子是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因为当天的话 你会排很久的队 你去民政局 全是办结婚的 因为同一天的话 人家别人也想要那一天去办证 觉得日子好 明天就是好日子 你们真的 哈哈哈 你们巴黎不得我和几年 今天就去把证给扯了 天天都是好日子 对 天天都是好日子 要看什么八字之类的 那个东西做这个参考可以啊 今天早上早起的 专门回家下嘛 就忙活了一天 现在才闲着坐着 然后就会一下子 我每次一来几年的老家 他们家的牲畜们就特别的可怜 你直接说鸡吧 牲畜感觉 就是鸡 听不懂 鸡啊 牛啊 牲畜是什么地方 鸡啊 羊啊 猪啊 这些东西 舅舅 你又做了好吃的吗 哎呀 你真的 舅舅每次用好多好吃的呀 是不是要吃饭了 要吃饭了 舅舅你做的啥 嗯 你做了什么 做了腊肉 腊肉 嗯 去也就是你们一直保存的 嗯 哎呀 你家把 把咕咚都拿出来了 把你家的咕咚都拿出来了 吃吃吃吃吃 你们自己家的土猪弄的腊肉 嗯 自己家的 哎呀 我有口服了哈 我今天有口服了 我都已经 垂怜已久了哈 我特别喜欢自己 连他们家的腊肉 我现在已经被他们家认可了哈 因为我今天帮他们干了家 干了干了这个一整天的活 帮他们家们哈 你们看后边那批山吗 这批山我都已经马上给干完了 然后至于我怎么干的 明天过两天你们看我发的视频就知道了 就这批山我给他全都给玉米给收了 然后很辛苦 说实话很辛苦 我体会了一下太不容易了 嗯 搬玉米真的搬玉米哈 太不容易了 过完一周年就可以结婚了 也过完了年过后我和今天看嘛 看多久结婚好不好 哈哈哈 你们是来加尔门没有点关注点关注啊 直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 我们关注还差三千个就是六十五万 你们是不是很想想吃喜酒和喜糖了 啊 是不是想吃喜糖了 放心吧 快了哈 快了 今天我觉得我们结婚的话啊 都可以那个 邀请 真的要邀请一些 直播界的家人 肯定啊 那么他们来玩 来玩哈 早就关注了 早就关注了 但是有还是有一部分 姐姐和阿姨没关注 没关注这个地方点一个加号 就没了 你刚刚关注了你就打个已关注 我看一下有多少个刚刚关注的 还差两千个 还差两千个人 我们就六十五万粉丝了哈 很想吃喜糖 我问一下哈 你们想去 你们想吃 吉年他们乡下的 这个 这个就是九西还是吃城里边的 因为我准备打算办两场 有可能会哈 因为也不是两场吧 就是 是这样的哈 哎 吉年他们是少数民族 他们有一个民族习俗就是 他们你们会在女方家先摆哈 哎 相当于他们女方 他们会自己在家里边摆酒 会摆几天 摆个一天 但是会 亲朋好友三天就来玩了 啊 要来三玩三天 啊 你们是想去吃 这个乡下的酒席 还是想吃城里边比较传统的 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吉年他们家的这种 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嘛 想不想 想的话到时候可以 几年到时候你们家摆的时候都可以邀请大家来玩 可以啊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哈 吃坨坨鸡肉 乡下喜 坨坨猪肉 坨坨鸡肉 坨坨牛肉 哎呀 都去啊 全是坨坨肉啊 你们想看小啊 哎呀 哎呀 你们想看我也想看呀 这个东西要看情况 看这个 这个着急不来呀 对不对 香把头的 香把头的 香把头的可以呀 香把头今天就在 你在 你在这个 如果把大家邀请来 你这个村都不够摆呀 我不计 主要这三路好危险呀 三路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两个在路上 我都担心的很 嗯 我都不敢睡觉 我要看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矿车 我们这边的矿资源比较丰富 所以很多外面的大老板都在这里面做矿 就我们这加上这一条路都不好走 全是矿车 全是矿车啊 还是怎么做 嗯 想去就太远了 没事啊 我们到时候如果来不了 我们也会给大家开直播的 因为我平时我都 我答应了几年哈 我说只要你想家了 我就会带你去家乡 所以说今天他早上他突然想家了 我就一脚油门就带他回家了 一脚油门就带他回家了 对不对 嗯 这个你们要办多少座 我也不知道办多少座 因为如果是汉族哈 我们家庭的话肯定是很多座 因为我们是今天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好像没有那种传统的酒席啊 就不会说 不会把你们家经纪朋友和我们家经纪朋友一起 一起来吃酒 嗯 没有这种 我们不一样就是自己家会伴 然后伴了之后第二天 然后你们男方就会选一个 比如说早上六点啊 这个时间好六点半好什么的 然后就专门踩着点子 然后来到女方家 然后伴男就把新娘和伴娘接走就可以了 新娘和伴娘接走 然后接在男方那边去 然后去参加男方家请客 然后我们就 然后你们爸男就把新娘和伴娘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接走就可以了 嗯 这个样子的 年婚就一起了 期待 家人们哈 如果以后有了小安安的话 如果小安安长得像吉年就好了 我看你收是不是找很好 我找了一找有一点点像小小吉年的话 拉个金不知道多好 像你也很好呀 这么聪明这么高大 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我父母跟我讲过啊 说我长得可怪了 可以用怪字来形容 你为什么要这样抹黑自己呢 不是啊说实话也没有抹黑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额头哈 不知道怎么的 出生的时候额头是 我跟你说啊 啊我知道 我知道 就额头的话 他比较突出来 就是有感觉 他是额头是有点突出来的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长好了 后来慢慢长好了 小时候的话是不好看的 真的我小时候不好看 但是他们说哈 小时候一般长得丑的 长大的都是越来越好看 小时候长得好看的 有可能长大了就会长变 你小时候好不好看 好看 你小时候又好看 你长大了也好看 你真的 啊 你小时候也好看 我小时候 我记不住了 也没有什么留念 你这从小到大都好看啊 没什么留念啊 额头突出来的人聪明啊 就是他太过聪明了 有可能嘛 太过聪明了 哪里太过聪明 你今天想不想吃我们这边的那个 什么 是什么啊 想吃啊 我特别想吃啊 面 好想吃想吃 如果生个儿子应该会像妈一点啊 对对对 然后哎呀这个看情况吧 我们现在妈妈的都是在那个你们懂的哈 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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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再下去 算了算了 哈哈哈哈 今天他的家人都在旁边 我这个太草率了 我说错了 没事啊 直播都可以聊聊聊未来吗 啊聊聊未来哈 但是今年哈 暖幕了 我建议你要放平心态 不要有压力 家人们因为很多网络上都给今年一点点小压力 他都说 不意思出去 因为给他一点压力嘛 我希望他也不要有压力 顺其自然这种事 顺其自然哈 嗯 他们又在说多少个了 我的天呀 你们又在多少个了 我建议哈今年 哎 因为 12个12个 12个 12个 我建议哈今年 你说啥呢 我都听不懂 我说就是子女 我都听不懂 就是当像我好像我们 我们民族是不能在长辈面前说这些的 今天的他们家人已经在笑了 三一次九九二的他们 你们刚刚说12个他们家都笑了 真的 八个女儿 你真的要生的 是真实的 你真的要生这么多 啊 你真的要生这么多 我干不起 我 你刚刚不是说9个吗 别说这些女孩子 我们家家不能说这些很羞耻的 家人们算了算了 我们暂时不说这个 但是我感觉哈 顺其自然 哪怕我 哪怕一个也 就是 一个也是孩子 对不对 一个也好 不能去想 就是说这些 不能说不能说哈 笑声点 真的 平时两个人开玩笑 可以家人在这说这些就很羞耻的 今天他们 他们长辈 他比他长两三倍的都在这 你怎么还用真实的啊 你怎么吃 顺其自啊 那吃你吗 什么样子 很远 6个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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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的什么话呀 你翻译给我听一下 好吧 我们说就是 上一次我们去 我和舅舅 我们去别人家 然后他们家是9姊妹 有8个女儿 就是8仙女 一个儿子 我的天啊 真是的 你这个地方不远 就是他的8个女儿很聪明 就是每一个就看起来 舅舅 舅舅 一样的大 你们见过生的最多的一家有多少个 你见过生最多的 10个 12个 真的有这样的 我之前过9个的 我见到9个的就是 我的人生界限了 我的天啊 今天你们这边 这流行的东西都不一样 不是流行 人家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 钉 什么吗 紫钉 是钉 比较兴旺 永远支持叶总今天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真的 我们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和小青年 我们从来都是做好自己 从来也不会 来比个爱心 来来来来 我们从来都是 都是 你比反了 你要注意 我们都是 哎呀 这个怎么说的 这个画家吗 我们很多人都说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一直也在 我们两个订婚求 订婚求婚的都被 就是别人嘲笑 我们都觉得虽然是人生大事 我这样 都会觉得哎呀 他们肯定什么什么 我们都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也会做好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家人们 我们就是一直都是希望以行动来证明 真的 这个正能量 都是用行动来证明的 我们从来也不会去说三道四 说一句别人的不好 真的 你的水呢 啊 你的水呢 我的水啊 这个就是我的水 这是我的 你们看这个水 我给你们看 非常柠檬 这个水我真的 我没见过这样的水 只有在他们这边 还有什么非常柠檬呀 雪 这个 这娃哈哈品牌的非常柠 牛 太牛了 对 很多时候哈 我觉得要有用行动去证明 什么才叫做 对不对 知行合一嘛 幸福生活 对 我们不能光说不做 所以说 小纪念和我 我们都从来都是用行动来 上一次啊 就是他给我求婚表白 给我求婚的时候 他花了这么多心血 我是真的真的一点点都不知道 然后也花了很多血本嘛 我就觉得 我心里面还是很愧欠嘛 然后没有想到还有人去骂他说 哎呀求婚 别人都可能只是 炒作 谁拿求婚去炒作呀 对不对 那人生大事 这都 真的是不想解释了 就是别人说什么 说风说雨什么的 我们都觉得啊 就外面一百 一百个人的嘴 有一百个人的评价 我们真的我们必须 因为出现在这个互联网上 就必须要接受每个人的评价 所以真的很多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承受很多 为我付出这么多 别人还会去给他抹黑呀 或者说给他造一些 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 别人还说什么的 我有很多时候我就很心疼他 但是我觉得啊 必须要调整心态 就是我们永远做好自己 我们过好幸福美满生活就可以了 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我只在乎 我在乎的人的看法 比如说你 我很幸福的 对啊 我有些我不在乎的 别人其实根本不重要啊 说得对 这风吹起来开始凉快了 我刚才又觉得是怎么 今天我发现我跟你待久了 我说话的样子对不对 我说话的这个 这种语气还加了 我发现跟他待久了 哎呀我都要被他传染了 真的 因为他说话比较慢 今天说话比较慢 就是那种慢吞吞的 哎呀他都要把我给传染了 我发现 苹果收到了非常好吃 哎好吃那必须的啊 必须好吃 慢吞吞不好吗 好 你太可爱了 那行 家门我们可能要去吃饭了 没有关注的姐姐和阿姨 走走嘞 我们要去吃饭了 吃饭就是走走嘞 你说一遍快点 走走嘞 你摸摸吧 快点你说走走嘞 走走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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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我们真的吃饭了 你们也记得去吃饭呦 吃饭了 拜拜 爱你们呦 拜拜 今天还抽购回家 现在还是给家们直播了一场 没有点关注 来直接 这点一个加号 下一次他搬玉米的视频分享出来 拜拜 爱你们呦 多吃一点 拜拜咯 我要去干饭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